六位国宝鸡女星 一个都没嫁出去网友 她八十岁 我也要去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最自豪的莫过于貌美腹白 最幸福的莫过于有一个爱自己 愿意疼自己的人 能携手造完一生 随着时间的发展 人们的婚恋嫁娶的观念 也在慢慢改变 选择单身或不婚 甚至是不要孩子的越来越多了 在娱乐圈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她们人美 身材好 都是郭宝鸡的明星 可至今有的已经五十岁了 还未嫁出去 看看都有哪些明星呢 许晴 69年生于北京 是国内知名女演员 代表作品有笑傲江湖 建国大业老炮儿 许晴在演技上是无可挑剔的 其演艺事业上是非常顺利 展过了多个奖项 许晴的感情生活也是复杂多变 前后经历了两段感情生活 第一段感情是和王志文 两人因戏生情 可仅仅交往两年便结束了 第二段感情是一个叫刘波的学者 但也未能幸福地走下去 现在许晴已经五十岁了 最好的年华给了王志文和刘波 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把他取走 但以许晴现在的条件 一切都不是问题 只是时间而已 徐静磊 徐静磊 一个几乎与完美的女精 拍戏 导演 出版 唱歌似乎太阳养精通 以她的美貌和彩学 被称为四小花 但其代表作品是杜拉拉生之际 就这么一个几乎完美的女精 她的感情生活也是令人惋惜 前后共经历了三段感情 最早的一个男友寿王硕 是一个有名的编剧作家 后来徐静磊出书可能也跟王硕有些影响 第二个男友是张亚东 是一个音乐制作人 第三个就是黄爵 与徐静磊是同行 但三段感情都无果而终 现在徐静磊44岁 依然还是单身 陈乔恩 陈乔恩 她被称为收拾女王 所演的电视剧 大家都非常爱看 说话的声音 大家也非常喜欢 稍微带一点台湾腔 其主要影视作品 王子变青蛙 命中注定我爱你 等对于收拾女王来说 人气自然很高 但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 现在也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恋情 也就只有在 霍建华和林心如结婚那段时间 传出了一些绯闻 现在40岁的陈乔恩 依然是一枝花 祝愿她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美美地把自己嫁出去 李若同 李若同 小龙女是她的标签 在眼神雕霞里 后开始走红 里面饰演的小龙女 一脚深受大家的喜爱 并公认她为最美的小龙女 连刘亦菲都没能超越她 后来天龙八部等作品出来 也是非常的火热 在感情上 李若同和剧中小龙女一样 痴痴的专注爱一个人 她就是波英犬 并曾想到因财物问题 自己面临破产 无奈与李若同分开 以至于深深的伤害了李若同 至今还未走出阴影 我们真心祝愿小龙女 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于飞红一个美貌和智慧并存的女神 不仅是学霸 更是一个高知识文化的家庭出生 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而在娱乐圈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小丈夫 小李飞刀 等现在47岁的还是单人 未曾有过恋情 谁能娶到她 那简直是太幸福了 林志玲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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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娱乐圈女神换了一代又一代 唯独林志玲一直在其行列 44岁的她经历了两段感情 第一段是和F4成员连程序 两人可以说是男才女貌 可幸福是短暂的 两人分开后 林志玲就和卫浴品牌HCG合成 卫浴第三代接班人秋世杰传出绯闻 到后面公开恋情 但不知什么原因 却没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很多网友就表示 林志玲不管你是40岁还是80岁 你都是我们的女神 都愿应娶你 对于这六位女性 一个都没嫁出去 这也不知说什么好 不结婚是她们的自由 结婚是她们的选择 总之一句话 幸福就好 她们六个都没嫁出去 你怎么看